一位在外人看来没有一技之长的军人 转业时为何要选择自主择业 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他为什么偏偏干起了天家第一番的物业行当 艰苦创业艰难打拼 短短几年他又靠什么完成了破茧成蝶的蜕变 和平年代优秀复转军人系列节目 本期播出周仁泉成长的烦恼 讲述军民故事品味军旅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优秀复转军人系列节目 最近电视剧《我是业主》正在热播 这是一部反映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矛盾冲突的电视剧 在现实生活中 业主和物业公司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 也确实是时有发生 小区需要一个管家 也就是物业管理公司 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桥梁 他们是怎样化解这些矛盾 平息观念上的冲突呢 今天的故事就带您走进一家 由一位复转军人创办的物业公司 物业管理公司应该是百姓搬进新房 打交到最多的单位了 他们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到住户的居住质量 那么物业管理公司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的权限究竟有多大 这么多围绕物业公司所产生的纠纷 又该如何解决 业主和地产包括业主之间 包括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 我感觉到矛盾是比较突出的 我当时在注册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愿望 内心里希望我们业主 物业公司 房地产公司 包括我们邻里之间 都能够得到一种和谐 2005年6月 也就是转业一年多之后 都人全满怀信心的创办了南京和谐物业管理公司 准备开辟一片新的战场 满怀信心的 去注册了公司 但是一个多月没有接到楼盘 那光注册一个名字 光注册一个公司 而没有输入 那么心态给自己当时的打击 也是需要自己承受的 面对好几个月没有开张的公司 看着和自己一起艰苦创业的员工 周仁泉有些失落 而更多的还是着急 每一天对我来说 我都不想过多的去等待 我想不停的工作 工作的过程中去寻找机会 开办公司之初 周仁泉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他看来 自己有着近20年的军女生活 有着丰富的后勤管理经验 这些都会让创业之路一帆风顺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1985年 由于两次高考落榜 19岁的周仁泉报名参军 来到了南京军区卯部 成为了一名通信兵 到部队之后 领导经常会问 小周你有什么想法 我经常会说 我就不想回家 当时还是一心想在部队工作 把工作做好 1987年 聪明好学的周仁泉 对天津运输工程学院录取 毕业之后 一直从事部队的后勤管理工作 2000年 我除了部队的工作之外 我利用自己的一页一页的时间 去到南京大学 报自己的工商管理 我觉得需要学习一次地方的 这种工商管理的一次经验 2003年 周仁泉所在部队进行整编 他决定转业 并执意放弃政府安排 要求自主责业 可想法一经提出 除了得到妻子一人的支持外 所有家人战友和朋友 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很多的朋友都跟我提出来 说你最好不要自主责业 由于我没有技术 在自大的朋友心目中 感觉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在不了解 这个后勤管理 和地方有相通的技术上 他们认为 我这种自主责业 是一种盲目的 是让我认为它是错 在周仁泉看来 部队的后勤管理 是一种最优秀的管理模式 自己长期积累的后勤管理经验 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特别是在银房 财务和军事管理方面 我做了大量的研究 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创业 实际上这种能力 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一种经验 周仁泉就是想通过自主创业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总是那么大 转业后 第一次同别人合伙做生意 就以失败告终 当时实际上是很 在整个的情绪 包括心态上面 当时也有很大的打击 对自己的各方面能力 开始有所怀疑 对自己人生的 未来的这种计划 当时感觉到很迷茫 但没有认为自己选策的路 只是觉得我可能暂时 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 或者是合适的职业 2002年 也就是周仁泉 转业的前一年 四总部下发了军队营房保障 社会化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全军各大单位 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新型营房保障体系 那时候 周仁泉第一次接触到物业这个词 并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以后来他选择自主择业 就是想创办一家物业公司 想法有了 但是他却没有急于行动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没有经验 学习是最好的办法 经人介绍 周仁泉进入一家知名的物业公司打工 当时这家物业公司的领导 认为我是一个弹指干部 对我的岗位的安排 也给予跟他照顾 希望我能够到他的机关里工作 可是周仁泉却放弃了公司领导的安排 实际上当时的从心态上面 应该我给自己的定位 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团职干部 而是一名真正的打工者 放下团职干部的优势心态 调整自己面对现实 从最底层做起 是此时周仁泉最真实的想法 那么后来我就跟着这个领导 去说了我要从他的最基层的保安的主管去做起 但是当保安的主管 我相信不会很差 三个月后 周仁泉离开了这家公司 准备跳槽到另一家物业公司去任职 他拿着南京大学的文凭 拿着团职干部自主择业的证书 还拿着自己当过保安主管的任职经历 成功应聘了这家公司的经理职位 南京所有的新华书店里面的 关于物业管理的书籍 给我买了差不多 只要我发现了 为物业管理介绍的日子书籍 我都会去把它购买 并且如自自可地再去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感觉到物业管理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长 经过一年多 两家物业公司的学习和积累 周仁泉觉得自己创办公司的时候到了 如果你光有梦想 而没有计划 光有计划 如果你没有行动 光有行动 你没有好的心态 你仍然不能成功 物业公司开了 可几个月下来 却没有一笔生意 随时面临着关门的危险 其实 如果周仁泉把公司关了 凭自己的才能和经验 会有多家物业公司高薪聘请他 此时 周仁泉该怎么办 是重新开始打工生涯 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自己创业梦会不会就此破灭 他和员工们又能否度过这道难关 经过慎重考虑 周仁泉决定重新开始打工生涯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 他是带着整个公司 去给一家大型物业公司打工 这样公司才得以喘息 也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理性生机 终于周仁泉等来了第一笔生意 跟甲方签订了第一个合同之后 我的公司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笔收入 我拥有了不光是第一个合同 我拥有了非常强的信心 我的公司终于开张 我的团队终于有了深层的机会 然而喜悦之情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所取代 因为周仁泉的和谐物业公司 接到的大多是二手盘 也就是上家物业公司 在管理上遗留大量问题 或者房地产公司留下很多缺陷的楼盘 所以管理难度相当大 每一天都不能放松 可以说我在打工的过程中 越来越体会到物业管理 他真的很烦 他的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一个在部队没有遇到过 第二个即使在打工过程中 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突出的楼盘 在这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他是对我一个真正的考验 由开发商留下的缺陷楼盘 业主无法找到开发商 就会把矛头直指物业 留下大量的缺陷 就会使业主很烦躁 业主的烦躁和愤怒 他会马上集中到 为公司身上 为公司成了两头受气的 一 开发商希望你 向业主不断的去做出解释 第一次缺陷 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量 但是对业主来说 他希望把我的所有的缺陷 留 这房地产公司留下的缺陷 能尽快的给改变了 这里面就是一个矛盾 需要物业公司去协调 业主在追求完美家居的同时 实际上有的缺陷是可以弥补和改变的 但有的缺陷则无法改变 遇到不能改变的现实 物业公司又该怎么办 你首先物业公司要做出态度 第二个 你要给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解释 治你的解释 你不是光靠忽悠业主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能逃避掉的 而需要你真实的去了解 这种缺陷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涉及到住房 问题往往变得棘手 所以有些缺陷 单靠解释工作是难以解决的 但一波未平 一波勇气 就在住人权为二手盘所产生的矛盾 绞尽脑汁时 公司在接手另一个二手盘过程中 发生了意外 物业公司在解雇员工这个处理上面 没有正确的处理途当 上下物业公司的 这是愤怒的员工 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员工 在很短暂的时间内 在没有做出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被这次员工进行袭击 由于我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 处理的比较冷静 哈德尔说比较及时 使这件事情 在很短暂时间内 达到了平息 但这件事情在我的内心里面 实际上是在流行 也给我留下了永远不灭的伤痛 那段时间 周人全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凌晨两点之后才能休息 睡不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去公司 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 只要业主反映问题 他都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和处理 可就在周人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他的母亲却突然离世了 这一项周人全彻底坚持不住了 自己内分辟失调 产生了带杠炮 从前胸到后背 此天此夜 无法入手 自不能趴 又不能两 只能坐着 我感觉很苦 但是 我内心里面感受到 这是人生的低谷 但是这种苦 是我自己寻找的 我如果转业的话 只要回家安排工作的话 我可能不会遇到这样更苦的事情 人生不可能只有事业的辉煌 而没有命运的低谷 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身陷低谷 而不气馁 去拼搏 在周人全看来 只要把业主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只要有了三心 其细心 耐心和决心 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做不成的事 前面一家公司 在撤走的过程中 是让他留下的 不光是在工程上有问题 他也在业主的心里面 内心里面 留下了疑问 觉得物业公司的管理 原来就这种水平 他的不负责任 使很多的业主 对物业有一种误解 他们认为 物业公司都是不负责任的 周人全曾对自己的员工说 我们不是不犯错误 但我们不能坚持错误 早上犯了错 你晚上必须改掉 并且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将心比心 换味思考 周人全和他的和谐物业 很快就得到了 业主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现在住的这个环境相当好 空气也好 风景也好 没话说 我对他们物业很满意 今天我两个小孩 在物业中间 闻手 门手弄毁了 不得出来 我急死了 开不下来 我就打电话给我 我两三分钟的时间 就给我打发了 来给我开手 不个小时之内 问题就解决了 我两个小孩就出来了 这个很好 我还没问题 对我们业主提出的 国家要求 都是有求必应 对吧 有很多问题 我们没想到的 他都能替我们想到 有一部分业主呢 就等于对物业 可能有点不理解 因为这好多问题 是开发商 留下来的问题 物业呢 我只要反映上来的问题 他都尽量地为我们解决 为我们业主吧 增了一点权利吧 为我们的这个业主利益吧 经过五年的苦心经营和不断发展 如今 和谐物业已经成为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员单位 南京市物业管理协会会员单位 成为了一家以物业管理为主业 即物业咨询 培训 园林氯化 电梯维护为一体的专业公司 目前已通过ISO9000 ISO14001 ISO18001 三位一体的体系认证 不久前 经过国家住建部专家组的严格评审 南京和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还被批准为国家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 所用时间之短 发展速度之快 这在物业行业内 是不多见的 这企业非常不容易 因为周总本身 他从部队转业以后 从屋开始 逐渐地组建了这么一个公司 然后慢慢慢慢地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 从一个很小的三级企业 然后到现在的一级企业 发展起来这个过程是有很多酸甜苦辣 体现了一个军人 敢于创新 敢于克服困难 敢于在社会上承担各种责任的这么一种精神 有人说物业管理是天下第一烦的行大 对此周仁泉有自己的理解 烦的云是因为你自己敬业 如果你不敬业 你就没有烦的这种机会 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资金支持 没有县城项目 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风风雨雨 一路坎坷 终于 从五年前 只能接二手盘的一家小公司 发展成为托管类型达几十种 托管面积达一千万平方米的知名企业 如今 从机关到企业 从商场到写字楼 从地方到部队 许多单位都选择了和谐部业 周仁泉也正为营造和谐社区 构建和谐社会 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 采访结束的时候 周仁泉告诉我们 在部队的工作 生活和磨练 本身就是转业后创业的前奏 绿色的军营 对每一位复转军人来说 就是你择业创业的大学校 自主创业能力的培养 实际上在部队就拥有了基础 周仁泉说 所以 我勇于自主创业 敢于承担责任 这是和在部队的这段经历 分不开的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颗高傲的头颅 后来这个头颅 就在昌城 失踪了 一位伟人的疑问 为什么没有赵上志 为什么 一次艰难的找寻 一段揪心的记忆 日本人不让收拾 最后赵一曼的尸体 让人野兽给生生的同事 沈阳军区政治部作家 江宝才周末开讲 我找到了赵上志的头颅